可以找一些 发展西九龙的未来的蓝图 尝试和你的相片 并排也好 加一点点 过去十年 一直拍摄和纪录西九龙填海区的 谢志德 准备举办他第三次的展览 这晚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行家 坐在一起 讨论展览要表达的内容讯息 你拍过去这地方 和现在大家在谈论这地方的未来 会不会有些新的想法 就是把人搬在一起 那我觉得就会丰富一点 为了配合日后的文化艺术发展蓝图 西九龙填海得回来的土地 将会大兴土木 不过谢志德和他在创作路上的同盘 深深感受到香港文化艺术创作空间 一直以来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 有时候你做了很多东西 但你没有钱就发表不了 你租个场子把展览都没有钱 比如说很简单 你发出新闻稿这些东西 或者跟传媒联系那些东西 魏法局其实是帮不了你 一看不到政府会有什么方法去 扶植一些有心创作 但又没有名气 但又有热成的人 我现在是一个很华丽的地方 但本地那些人是怎样的呢 始终在一个区外 在一个天幕以外 就是想看了一个效果先 最重要因为你如果黑豹想来说 出来的效果那个 mood是最重要的 那倒是 谢志德今次搞得成摄影展 全靠身边很多有心人加以援手 好像这间充饮公司的老板 肯用比市价的收费帮他晒上 他的有限资源里面 除了他在金钱的有限资源 他另外一个资源就是他的时间 他都付出了他的时间 在我们公司来说 正如我们所说的一个企业公民 我们都是付出我们有限资源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 能够展览出来给市民看 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觉得少了一点点 政府的西九龙文鱼区公众咨询 这个星期四正式展开 谢志德也选择在同一天举办摄影展览 题目是西九极乐 就是给予更多不同的东西 它有不同的冲击 可能不只是政府一般提供那些 观光式的照片 极乐于两个字 我觉得是可以 就是很天堂就可以 很地獄就可以 那就是视乎你怎样去看 看那件事情 我们担心的就是 根本的项目就会变成 担心在本末倒置的情况下 而未曾能够充分照顾到 文化艺术设施的需要 而就是急急上马 究竟我们怎样去关怀人的活动 人的生命 人的一切思维 这些积聚就变成 那一块地方的文化 中文化